目前正往高频的方向接近 气象鼠在早上7点25分 也针对高频地区发布了台风强风告警 中度台风山屯强度在逐渐的减弱 在早上8点的时候 还有7级风暴风半径从200公里 缩小为180公里 至于10级风暴风半径 原本的60公里缩小到50公里 现在它已经来到了高雄西南方 大概40公里的海面上 我们预估它会往东北的方向 在中午前后在南部地区登陆 进入陆地以后强度会迅速的减弱 而减弱以后气象鼠会持续发布热带性DCR 来提醒它对天气的影响 至于在它影响之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海面的状况 海面的风浪都已经相当的强劲 从昨天到今天我们提醒大家 就风方面 在台湾海峡南部海面都已经有平均11到12级 阵风13到14级的强风 其他各海面的风也是很强的 而预估这样的风在今天晚上到明清晨 随着台风减弱 东边的海面的风会先减弱下来 但是海峡北部 海峡南部和北部海面的风仍然强劲 这个风因为之后热带性DCR移出以后 还有东北季风影响 所以在北部海面台湾海峡的风 要到星期六才会减弱下来 至于在浪的部分 我们也知道从昨天到今天一直提醒 台湾的南部海面 西南部海面已经都观察到8到10米的浪 在台湾海峡有6到7米的浪 至于其他各海面也有5到6米的浪 预估这种浪高情形在今天持续 也是要随着台风减弱 明离开以后浪高状况才会缓和下来 而今年各沿海地区 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依旧有长浪 但是明天系统逐渐离开以后 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 包括绿岛蓝雨依旧有长浪的状况 至于陆地上呢 陆地上我们先来看一下风的状况 清晨我们已经针对小琉球发布了 台风抢风告警讯息 在7点半左右 小琉球也观察到了12级的抢阵风 也就是说从昨天到现在 彰化以南的地区 台中到桃源的沿海地区 台东沿海地区 绿岛蓝雨 澎湖金门马祖以及恒春 都普遍已经观测到11到13级的强阵风 而西部的其他沿海地区 和新北市的沿海地区 也会有9到10级的强阵风 我们也预估刚开始提醒大家 台风中心正逐渐往高平地区接近 到它很接近南部 甚至登陆南部的时候 在中午之前 甚至中午前后 还有可能有14级左右的强阵风出现 一旦有可能这样出现之前 我们也会发布台风的强风告 及持续的提醒 但也是针对这样的气象署 持续发布陆上的强风特报 而风要什么时候减弱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回到第一段 今天 第一段 今天早上到中午的风 我们可以看红色的 都是我们刚刚提到 有强阵风的区域 这红色的区域 在今天下半天 其实大部分地区都还是持续 这到今天傍晚六点 还是持续 今天傍晚六点到深夜的时候 在西部的风稍微变小些些了 其实这边的风也变小些些了 但是嘉义以南 台东以南依旧是需要警戒的 而预估陆地上这些沿海的风 要在明天才会渐渐地减弱下来 这是陆地上的风 至于在陆地上的天气 雷达回坡上还依旧是可以看到 台风的结构 我们一直提醒大家 暖色系 尤其譬如像红色以上 这种色系的云带 只要一入陆地 就可能造成瞬间 短延时的强降雨 今天除了台风环流 一直在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 银封面的东半部地区 不断地一直还是有这样的强回坡 已经造成短延时的强降雨 这种短延时强降雨 可能瞬间会带来一小时八九十毫米的降雨 今天在整个东半部地区 南部地区都还是这样的下 另外在北部东北部海面 也有一些我们的热带系统 和东北风的交互作用产生的云 这些云有些移近 也会让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也会下这样的雨 今天这些地方的雨持续下 是长时间的下 长时间下 中间会有瞬间的短延时的强降雨 这是今天到晚上八点的累积降雨的资料 我们预估降的雨随着台风登陆以后 逐渐减弱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南部东南部的雨就渐渐地可以缓和下来 但是北部东北部和东部的雨 还是会持续下 北部东北部和东部的雨 在明天也会弱一些些了啦 但是明天北部东北部 还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 回到今天 我们刚刚已经说还是持续一直下雨 瞬间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 所以气象鼠是持续发布豪雨特报的 提醒大家 今天在台北山区 新北市 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地区 一直到云林以南的地区 还有绿岛南域 以及澎湖 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 尤其在基隆北海岸 台北山区 花莲的山区 台南高雄地区和平东山区 会有局部性的大豪雨 另外一直累积降雨好多天的台东和台东 是包括平地山区 以及平东的山区 仍然会有超大豪雨 这种情形在今天因为台风清晰之下 天气依旧是非常不稳定 所以最后要提醒大家 台风持续影响 预估台风中心在中午前后 可能会登陆到南部地区 也就提醒大家 各海面的风力强劲 沿海强震风 海面风浪强 另外明显降豪雨的地方 还是持续下 一据这样子的 我们会一据最新资料 持续发布豪雨特报 或大雷雨的信息 提醒大家留意 另外就是台风中心 直将登陆的南部地区 还是会出现14级左右的强震风 我们刚刚提过 会一旦出现 我们会持续发布台风 强风告警提醒 海面风力强劲一样 在新南部海面 随着台风接近的时候 还会有台风暴潮 引起的海水道关系像 这些种种情形 提醒大家多留意 另外雨下那么多 我还是要重复 叮咛 大家最好注意安全 不要到海边 从事任何活动 如果外出 前往已经下雨很多的地方 像宜花东地区 南部山区或是北部山区 也要特别的小心 台风即将要登陆 提醒南部地区的朋友 台风带来的是 风墙雨大状况 这种情形是很危险的 好请大家多留意 以上是这一节最新的 台风动态说明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